周师傅说,当天下过雨,路上比较湿滑,他骑车出去找工作,沿着温州欧海区的温渠东路,自西向东骑行,经过高铁桥下面的一个电缆紧盖时,车子失控了。 井盖大概四五平方,由12块水泥井盖拼接而成,一半在飞机动车道上,另一半在人行道上,井盖的外圈跟井盖有三四厘米的落差。 周师傅说,摔倒以后,意识有点不清楚,也幸亏带了头盔,否则会更严重。 周师傅缓了缓,叫来了妻子,一起去了医院。 脱节认带断了嘛,认带断了,他说你先回去吃一个星期的药来复诊。 他说如果认带长势不好,他说要动手术,动手术把它接起来。 他说这个要休息,要休息两三个月,他说都不能动。 这个费用呢,大概多少手术费用? 费用手术,我问了,他说目前来看,他是不多的,他说就这样说了一句,其余的就没说。 井盖上面有一个闪电的标志,下面写了10千伏电缆管线,没有标记相应的全署单位。 记着拨打了国家电网的服务热线。 不到10分钟,温州欧海区郭渠宫电所的抢修人员赶到了现场。 抢修人员在现场拍摄了照片,当天下午,温州欧海电力的工作人员联系了记者。 抢修人员也联系了记者,说已经跟周师傅协商好了。 电缆管线里面是没有,还没有电缆的,空的,所以说现在没关系, 在我们片区,我们服务的片区必定要给用户一个解决, 把那个医疗报销单吗,给我们,我们到时候给人家报料的,好吧。 1818黄金眼记者温州报道。